接下来当然就是分析 我刚刚在课程的最后面有告诉各位 你看这里面栏位只有确定病例数 所以我们的研究分析 大数据分析一定是分析数值 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去分析什么 分析确定病例数 因为这里面就只有一个数值 叫做什么 确定病例数 那我接下来就请你们先点这个工作表 请点工作表1 好 点了这个工作表1 这件事情他在做一件事 他在把刚刚的资料 整个建模放在他暂存的伺服器里面 那请问一下 我怎么样回到刚刚的资料 有来源呢 有看到吗 最左边是不是固定有一个资料来源 请你点一下他 这又回去了 好 然后再接下来 请你点回来这个工作表1 当我点了这个工作表1 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第3个画面 第1个画面还记不记得 最左上角是一个连接 中间是开启 右边是探索 对不对 那是第1个 接下来这边 这边是 等于说我们的工作区 工作区 我们可以产生 第1个 新增工作区 第2个 仪表版 第3个 故事 英文叫 Story 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叫故事 简单的说 就是你知道的简报 就是一张一张简报的呈现 那接下来的第3个 第3个画面 我们先介绍 工作表 工作表 介绍了几张之后 才会去介绍 仪表版 明天 最后面的时候 才会介绍故事 好 这边叫新增本文 大概知道这个顺序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来创造 第1张工作表 我们还是要从 以色尔的观念开始讲起 那 我们先 大概 探索一下 这边这个几个栏位名称 这个叫做 功能区 功能区 然后这边叫做资料 资料 分析 有看到资料 分析 还有格式 现在没有 现在什么东西都还没有放上去 所以没有元件格式 可是 这边 其实它有资料 分析 还有格式 大数据分析一定要介绍机器学习 对不对 它到底跟AI的关系是什么 可以吗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 重析 好不管怎么样 请你点回来资料 记得这边有三个东西 资料 分析 还有你现在没看到的 格式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 接下来 这边这边有页面 筛选条件 就是简单说叫3.7 filter filter 然后这边有标记 标记就是说我们一张图上面 我们同时可以呈现大小 可以同时呈现颜色 甚至同时呈现 label标签 taste 还有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提示 好 那这边 这边有看到 蓝 跟列 对不对 蓝跟列 然后这就是我们实际的做图区 以及右上角 有没有看到show me show me就是 显示 可是 这个show me 这个显示 不就是 选择某一个视觉化图 统计图表的一个工具吗 对不对 就是方便我们来去选任何一个 视觉化工具 你要画资料图 你要画这个 这个叫做 资料表 你要去做折线图 叫做圆形图 要做地图 你就在这边选就可以了 接下来 功能区 了解了 然后这个 左侧栏 左侧栏有 资料分析格式 然后 中间 中间 它有页面 筛选器 标记 其实最右边 最右边等下会出现 筛选器格式 筛选器的一个 一个工具例 好 那我们第1个要去讲 因为大家都会使用枢纽分析 以上里面的枢纽分析 所以我就要从以下的所有分析 来去跟各位讲解 可是 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都是文字 对不对 文字 日词 这些都不用看 来请用卷轴 往上拖曳 然后这下面是不是有看到 确定 变利数 只有它是数字 对 所以我们就是分析它 黑吗 也就只有一个数字 理解 上面 它叫做 维度 就是栏位名称 而且都是 黑数字 那下面的栏位名称 它叫 测度 就是可以做计算的栏位名称 你这样就可以去理解 像我们要去做资料分析 很简单 几乎都是 例如说我们可不可以分析这边 维度挑一个 测度 分析 个性别 的 确定病例数 就是 男生登革乐多 还是 女生登革乐多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维度挑一个 测度挑一个 好了 那 我现在要 我要先讲 第一件很重要的是 传统以资料 我们是不是去计算 各年 的 这个 确定病例数 所以我第一个要先教你 资料表的建立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建立的就是 各年 各县市 登革乐 确定病例数 统计表 听得懂吗 这个是 你拿到这个资料 大家一定要用 以资料去产生的 第一个 各年 请问一下 这边跟日期有关系的 跟日期有关系的 你要去测度找 还是维度找 跟日期有关系的 一定要在维度里面找 对吧 好 跟日期有关系的 请问是不是有个案研判日 有 发病日 有 通报日 请问你要用哪一个日期 这都有 不一样的意义 请问哪一个发生最先 发病日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先以发病日来做计算 然后到时候你的这个统计报表 你就必须要写 一 病患发病日统计 我们现在 怎么做呢 快速点两下发病日 在维度里面 滑鼠游标 找到发病日快速点两下 第二 我要点的是什么 各线市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在感染的线市 快速点两下 再来 就是 确定病例数 快速点两下 确定病例数在哪里 在 测度 这张资料表 我们 我先教你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通常 这边是1998年 然后 一直到 一直到最后面 这个水平卷头拉过来 是不是到2021年 2021年 你有没有发现 从这张资料表 我们真的也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的事情 请问一下 2021年才12例 你觉得值不值得 研究说 为什么 2021年登革热是 从1998年开始 一直到2020年 之间 最少 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你觉得原因会是什么 因为 第一 我们不能出国 就比较不会带进来 本土去 境外 移入 第二 我们 不仅不能出国 很多人都只能待在家里 甚至 不能跨县市交流 对吧 可以大概知道 是不是 大概登革热 也受到疫情 但是这个影响是正面的 因为大家比较待在家里面 就比较会整理家里的环境 家中的积水那些 就会 去 去 处理掉 再加上说 我们到处都会 少那个 什么漂白水啊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不利于这个 就是 什么埃及单文啊 什么申班家文 他这些的一个生存的环境 好 所以是不是也会跟他有关系 当然我不能这样说 因为 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其实 很早有人会去做这个研究 因为 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疫情 而不是登革热 因为登革热一年才12例 你觉得有什么好研究的 对不对 当然 我们现在一天做 现在我也不知道一天有多少例 对不对 新冠队员确诊 所以提供给我们参考